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二 那昨天有把星期说错了,抱歉 我也很高兴每次我有任何的错误的话 都有观众帮我指出来 谢谢你们,那么留意我的节目 我看到有数次观众有留言 说你把你的PayPal的设置设置成 每月的一个收款 这样我就不会忘记给你捐款了 那非常感谢 不过我现在目前还设置不了 所以非常的抱歉 那今天一上来的话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 可以说是 拜登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大件事 那他的律师就突然向媒体揭示说 拜登之前工作的这个地方 就是拜登在上台之前工作的 这个宾州大学下属的一个智库 他叫宾州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 这么一个组织 律师在去年11月份清理文件的时候 发现了有一些机密文件 其实这个机密文件包括顶级机密的和普通机密的这个文件 所以那他说我们发现了之后 我们马上把这些机密文件都交给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进行回收了 他们没有要求 但是是我们送回去的意思就是他们还是挺自觉的 但是这个事就引起了鲜然大波 首先他揭示这个事件是昨天揭示的 但是据这个律师说发现这些机密文件的时候 是在11月2号就是正式中期选举之前 就是他们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 并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为了避免影响中期选举 但是中期选举大家都知道 民主党是针对川普的 说川普危险地做了很多不合法的事等等 他不够格做一个候选人 也不够格领导我们国家 在他团结下的共和党人也不应该被选上 这是他们主要的message 所以他们把这个新闻压制下来了 但是你们想一想去年发生的事 川普作为前总统 他把机密文件带回了马拉拉格 结果被全副武装的FBI特工搜查 要知道川普总统作为前总统 他是有资格把文件带回去的 第二个他作为前总统的话 他也是有资格解密这些文件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说 我在白宫的时候就有一个规矩 说凡是我带回家的这个文件 我之前都自动解密了 因为总统是有解密文件的资格 但是副总统是没有的 而且副总统是没有资格 把文件或者是机密文件 带回他的住处的 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 那这些文件都是拜登作为副总统 离任之后带回他的工作地点的 所谓宾州拜登中心的 那他在那里一年拿30万年薪 那2017年到2019年 总共拿了90万美元的这个年薪 这个所谓的拜登外交和全球中心 实际上就是拜登搜钱的一个腐败中心 他先任副总统之后 他就在这里任职 而且他宣布竞选总统之后 拜登中心的这个捐款就急速上升 那现在他还是属于挂资的 拜登不仅领导了这个 所谓拜登中心的一个工作 而且他还在2017年的时候 成为了宾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所以他2019年宣布竞选的时候 他就变成长期休五薪假 那准备退任之后 大概接着去拿钱的 这是宾州大学和拜登的一个交易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现在拜登就面临了很大的难题了 首先他作为离职的副总统 他根本都没有权限拿回这些文件 这是第一 第二个 那他拿回了这些文件 还包括机密的文件 他也没有资格去解密他们 所以这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了 所以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就表示要追究他的责任 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James Comer就说 他说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司法部和国家档案局 已将遵守总统记录法作为首要的任务 那我期望拜登和川普得到同样的待遇 另外一个众议员 Andy Biggs就不客气地说 那他说拜登在任职期间偷了机密文件 并且放到了他的字库 而且副总统根本没有解密 任何文件的一个权利 同时Comey在昨天在Fox News上也说 他说我们要彻底调查拜登家族 他说我们说的调查拜登家族 不是说调查亨特拜登 他说那当然亨特拜登有犯罪行为 他有吸毒 召集可能还涉及人口贩卖 还有这个私自携带武器等等 这个之前我们在很多视频里都讲过 但是他说那我们要调查的是乔拜登 那乔拜登他到底做了哪些事 他家族的生意涉及到他收取不当利益等等 他说我们针对的就是乔拜登 所以他特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昨天有讲说众议院的这个司法委员会 要调查包括COVID Dr. Fauci FBI的政治化 司法部的政治化 等等重要的议题 然后James Comer的这个众议院 监督委员会就会调查 拜登家族的这些涉及犯罪的行为 所以共和党人开始全面地清算拜登了 今天早上班农也说了 他说那拜登 私自从白宫拿回了任何的文件 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他说那司法部部长 佳南 你必须要去派FBI调查和指控拜登 如果你不指控拜登的话 你就自己辞职吧 因为作为司法部长的话 他是拜登任命的 我要么就秉公办事 或者我在不能秉公办事的情况下 当然如果上次给我特别压力的情况下 那我只有选择辞职 这是有职业道德的人应该做的事 所以那他就直逼了这个司法部的部长 我相信司法部的部长在这个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调查 他和校董会联合会联手打压 学生家长是他们为恐怖分子的 这个时间中难辞极究 所以我觉得那将面临非常大的问题 那昨天也有记者问到拜登 就说在你的办公室发现了机密文件 你怎么反应 那拜登就低头看着下边 就装作没听到这个问题 就忽视了这个问题 不过在去年在CBS六十分钟十四杂志的这个访谈中 那个时候是FBI突袭了马尔拉狗不久之后 那拜登接受了主派CBS六十分钟节目的一个采访 他就说那这怎么可能发生 怎么有人这么不负责任 完全不负责任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把这个话说回他了 川普总统在他的社交媒体 真实媒体上也讽刺说 FBI什么时候会突袭拜登的住宅 甚至可能是白宫 这些文件绝对是未经解密的 那对于川普总统的话 他作为前总统的话 我们之前反复的说过 他每周到现在他还要接受白宫的这个机密简报 因为前总统他是有资格去advise现任的总统的话 所以他是有资格指导和给现任总统建议的 这是前总统的一个职责 所以那川普总统到现在仍然还是可以接受机密文件的 那以前的机密文件他都是根本都看过的 而且总统是有权利解密任何机密文件的 那反观那作为副总统的拜登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权限带机密文件回他的办公室 而且更没有资格解密这些文件 所以这是有非常大区别的 也就是说那在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川普总统很可能没有涉及任何的违法的行为 但是拜登绝对是违反了法律 所以你看拜登政府迫害川普 结果最后把自己绕进去了 那当然之前布学也好 还是奥巴马也好 还有所有的前总统都从白宫带回过文件 包括机密的文件 这其实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因为在打包的时候 也是白宫的这个后勤总务处去帮他们打包的 所以总务处和国家档案馆 其实是处理机密文件 或者是总统要带走文件的 或者交接文件的关键的两个部门 所以那如果真的是有机密文件 不当地被带出的话 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两个部门的责任 但是作为副总统的话 他是没有任何权限的 这个喜替人投者仁义替其头 这就是拜登以及民主党人给自己挖的坑 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消息 就是英国的这个哈利王子 他写了一本书到处在接受采访 这个书叫做Spell 那他就揭秘了王室和包括自己的大量的隐私 昨天的话他自己上媒体采访 就说他17岁开始吸毒 这个可卡因 当然也有吸大麻 然后之后也不断地有吸食毒品 而且在旅行的时候 还吃过这个魔幻蘑菇 魔幻蘑菇也是毒品的一种 那当然他是自己的私生活 那很多人有道德感的人就说 你看哈利和梅根就是这么一对 那很多分析人士就表示说 其实他这样说的话 对自己没有好处 虽然他写这个书 就是想证明这个王室对他不公平 还指责这个卡米拉是危险的恶棍 说他们当时这个两个儿子 他和威廉王子都表示说 那如果他的父亲 查尔斯王子不娶卡米拉的话 他们会把他当作家人什么的 最后结果他还是娶了他 所以让他们很失望 你有什么资格限定 你的爸爸要娶谁还是不娶谁 当然他从情感上来说 他有这样的诉求 但是如果卡里王子 真的是像他自己所说的 那么尊重他人的权利 尊重他人的隐私的话 他就不应该限制 不应该跟他的父亲的 所谓的女朋友谈条件 对吧 他们嫁娶是他们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述 而且他在这个书里指责卡米拉 说他是个危险的恶棍 就大肆地攻击了王室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而且他说那王室为了自保的话 那不惜出卖负面的信息 给媒体去保护自己 反而是伤害了他自己 但是他自己现在自暴其丑 难道不是伤害他自己吗 真的很难明白他的逻辑 不仅如此 那很多法院专家就表示说 那他这样是有问题的 因为根据美国的这个入境规定 因为他是属于外国人 如果他要进到美国来拿签证的话 那无非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配偶签证 因为他太太是美国人 然后另外一个签证 就是所谓的欧湾签证 这个是发改名人和运动员等 有这个杰出的才能的这么一些人 他说不管是哪一种的话 那海关都会问你一个问题 就说你有犯罪史吗 你有吸过毒吗 如果回答是有的话 那海关会拒绝你入境 就不会发给你签证 他说那如果当时他在拿签证的时候 回答的是不的话 实际上他就杀了谎 他的签证也会被收回 就不管哪一种情况的话 他现在都不能在美国待了 他和梅根现在在加州买了一个豪宅 他们长年居住在加州 所以那法院专家就说 按他这种说法的话 那他的这个签证会立即作废 因为他杀了谎 如果没杀谎的话 那当时就不应该发给他签证 要不就是说如果他续签的时候 因为他三年的签证嘛 三年签证到期 也就是今年到期 他续签的时候 那海关就不应该给他续签 那当然他是王室的成员 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的优待 因为这个签证的记录都是保密的 不管怎么说 他在抨击王室 字节其短的时候 也给自己下了一套 这个是号称自由进步的 这个哈里夫妇给自己找的麻烦 他反对王室向媒体接他的短 可是他自己在写书的时候 自爆其短 那很多人说 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 这个纠正媒体 对他们两个的负面印象 那他自己写的这些东西 难道不是他自己 自爆负面消息吗 我觉得唯一他想写书的目的 无非是挣钱吧 这对夫妇虽然大肆的 争编王室 但是每到赚钱的时候 他们可是用了王室的 Sasex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头衔 去挣钱的 这大概才是 这对夫妇的真实面目吧 OK 这是今天的卧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